現在小記者們位於三一四反核遊行的現場 等一下我們要採訪今天來遊行的人囉 CRS Camp Let's Go 反核遊行 打扮成這樣子有參加過幾種遊行 我自己參加過兩次 這一次辦怪獸電力公司是希望 小孩可以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我是助生娘娘 助生娘娘代表再生的力量 還有土地孕育的力量 而且要保護下一代 請問你為什麼要來這裡反核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其實並不適合發展核能發電 再來我們核能發電所產生的核廢料 其實不是我們台灣有能力去解決的 如果不蓋核能發電廠我們的電費會一直上漲 那你為什麼這樣你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嗎 核能發電並不便宜 那是政府的謊言 請大家不要被騙了 核能發電是非常昂貴的 有什麼動力可以讓你反核這麼久 因為核電對台灣來說 它是如果發生災變的話 那整個台灣幾乎是完蛋了 大家都應該很努力的來反對核電 以上是我們今天的採訪內容 那你對核能是支持還是反對呢 對 前問是 大小的 感谢观看